大家好,我是丁琪,欢迎回到我们的冒险起源神奇宝贝的这个游戏 那我们现在呢,来继续我们的任务啦 等等喔,稍微的旅行中的长者,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年轻的训练是没有,傍晚就会看到老伙伴就新的身体可好 好,那应该是又获得了多一次新的一个任务 那没有关系,那我们先去来战胜 嗯,打道馆啦 好,这次我们来打的是我们的夜幕道馆 应该都是草戏吧 不是喔,是格斗戏耶 好,那格斗戏的话我们来个热水 无畏小子 好 有意外,好 快拳狼出现了 好,没有问题,最后一只了 再次派出了五位小子,那我们要用热水把它解决掉 好,那我们的这个 现在的道馆 叫做木 木 木律道馆 好 来打我们的,好像有好几个喔 小人也打一下好了 好,五位小子 没有问题 这个水就解决掉 哇,我们的飞腿狼 刚刚是快拳狼喔,现在是飞腿狼 哇,这攻击力蛮高的喔 好,我们的凯尼恩也把它解决了 那是不是可以直接打阿西啊 不行耶,好,没关系,那我们下一个大器 我叫小器吗 哈哈,他名字好笑喔 这个道馆里面好像都是五位小子喔 诶,我们的 诶,我们的 战武狼 哇,有人获得戴欧 其 诗 诗 诗 一位小子 诗 好,三颗星 下一个,正 好,我们的腕力 一样用热水 再一个热水 然后第一只打 猴怪 哦,好,腕力出现了 火爆猴,猴怪的进化吧 哦,好,腕力出现了 火爆猴,猴怪的进化吧 火爆猴,猴怪的进化吧 好,好,怪力也出现了 热水 哦,我们好像快死掉了 好 好,现在可以来打 馆长了 去吧 哇 哇,手上抬着一个那个 诶 哦,力撞机耶 它是火系跟格斗系 那我们热水 好,解决 哦,这把我们冰冻起来耶 哇,这个有点过分哦 哇,这个有点过分哦 好,火爆猴也出来了 哇,这个有点过分哦 好,火爆猴也出来了 哇,这个有点过分哦 哇,直接把我们打挂 哇,直接把我们打挂 好,发生没有了 骨骼 好过分哦,再把我们打挂 飞腿狼也出现了 好 好 我们的火焰机出来了 力撞机的进化版 到双戏 要把她打挂了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 文香 勇士 好可爱哦 这就觉得他很可爱耶 爆猎拳 哎,我们进入混乱了 神通力 好 农至沃冲 好,把它打挂了 yes 成功啦 成功獲得我們的打擊徽章 我們的墓律道館成功的通過了 新章又多了一個 他鞋帶之後呢 配帶之後 速度加0.8 方圍加0.8 蠻厲害的 好,那我們要給誰配戴呢 哦,是自己配戴 當前效果速度增加 好,那我們現在目前呢 已經有 飛翼徽章 飛翼徽章 昆蟲徽章 跟打擊徽章 那配帶之後呢 目前看起來 好像還是我們的 飛翼徽章 飛翼徽章 會比較好哦 好,直接強化呢 然後配戴 好,那目前呢 生命是加1.9 攻擊也是加1.9的 好啦,成就 好,那我們就來 做我們的副本吧 看可不可以挑戰 看可不可以挑戰我們的倒冠 好,是可以挑戰的 那我們就來多次掃蕩 多次掃蕩 多次掃蕩 這個我們也是 好,那我們這個下地再挑戰好了 下一個呢 閃毀 好,並沒有什麼了 伊布,好 獲得大量金幣 其實目前為止還不太清楚到底 在這個遊戲裡面金幣有什麼用 好,那我們 很像要去找博士了 好,確定 直接飛過去好了 嗯 咦,東方小心 下來對戰了嗎 不是耶,好 我們成功升級了 等級37 哦,我們終於來了我們的連 互聯洞 南 我們要開始穿越咯 這是什麼的一個情況呢 哇,等等等等 這裡出現那麼多人呢 看看是不是看我們的地圖好了 果然 出現我們的機動鳥 所以那麼多人出現在這裡咯 可是這,機動鳥我們已經有了 所以 沒有必要吧 好,那我們繼續我們的 任務 咦,等等 這邊好像出現了一個 亮晶晶的地方 好,獲得 咦,那邊又發現了一個神奇寶貝球 我們看看喔 這邊的話 這邊我們只有一隻還沒抓到 可是那個感覺是要白天才能來的 算了吧 好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主線任務 我覺得就在,呃 任務的過程中 我們只要 這邊過得去呢 這邊過得去呢 咦 這邊又獲得了一個 金銀球 對 只要在主線任務中 好像這樣子在尋路當中 是不會遇到神奇寶貝的喔 然後 然後就是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如果 路途上發現一些什麼東西的話 就可以停下來 然後 去做一個 去 可能可以打一下一些隱藏的 一些任務 或者是獲得一些寶物之類的 就像現在這樣 跟我們一個懸賞 就可以打他 進行懸賞 哇 這是什麼啊 巨漫騰耶 哇 他等級很高耶 看他有點難喔 好 換 好 我們的 龍鳥猛攻 哇 哇 把他幹掉了 欸 好 開出我們的 水溪 原始之力 啊 不行 這好像打不過耶 好 派出超夢了 好 派出超夢了 這有點難耶 這有點難耶 這應該不可能耶 誰知道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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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他攻擊速度太快了 好 我們來調整一下再來 對 來調整一下喔 好我們先回去補血 我們來先把我們的這個神奇寶貝給 回覆一下 回覆一下 好 那我們再來 要重新走過 能夠進去嗎 不行 咦 咦 發現了 好 可以跟胖子聊天 焦慮的胖子 咦 這焦慮的胖子好多任務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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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回來再來挑戰一次 剛剛的那一個 欸 露營少年 他是怎樣 好 不行了 我們就在 這樣的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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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硬活了 看看能不能夠 新的過去 然後我們的原始之力 並沒有很好耶 要死了 好,我們逃跑好了 行耶,好像有點過不去耶 好,那我們先來 好,我們先來 跟換神之寶貝好了 這邊,我們來儲存 那如果是 水系的話,應該要用什麼來課呢 我來看一看 那如果是水系呢 水系 好,有什麼能夠課水呢 能夠課水的是有我們的草跟我們的墊 水系 那這樣的話,應該是要 目前我們比較強的應該是 電器的,是這次吧 好,那我們就來把 先去精靈中心好了 先去精靈中心好了 好,我們回復一下 那我們的精靈 對 好 那我們現在來調整一下我們的隊伍 把這個放在前面 欸 好,我們的電擊獸 好,那我們先來升級好了 高速猩猩 電擊獸 電擊獸 那我們應該把我們的 高速猩猩換掉吧 好,把高速猩猩換掉好了 可能上蠻多神之寶貝都會高速猩猩 好,來了多一次的電 這是電子 電磁波 喔,它會讓對手麻痹喔 格鬥,這是一般 欸 喔 好 好,那我們 就不要電磁波好了 電球 好,這是以速度為幾 為準的 好,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我們的電擊 好,調好了 好 魚人節特殊活動 閃光詛咒娃娃 魚人節郵件 是有郵件嗎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郵件好了 魚人節郵件耶 喔,它是給我們這個 詛咒娃娃碎片 詛咒娃碎片 125個碎片 可以合成一個詛咒娃娃 可惜 這個是 魚人節以為1 음식 IgX 烏 诶,现在有我们的那个裂空的访问者,好,那我们可能下一次可以来进行一个裂空访问者的这个来,来抽看看会不会中 好,那我们来继续我们的主线任务吧 好,在进行之前呢,继续来强化我们的 好,把他直接停到最高了 光强,在回合内使用神奇的枪,减弱对手从对手那收到的特殊攻击伤害减半 这个应该,嗯,不需要吧 来,下一个,我们的这招叫做电极拳,用充满电流的拳头攻击对手,有10%的几率会让对手陷入马币状态 不错,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雷击波 这闪光一击好像,然后把闪光一击换掉好了 放电,用闪耀的电极攻击周围的30% 哇,感觉很像放电还比,放电会比我们的,这个好哦,没放掉 好,那这边的话,把他升到37%应该可以了 因为他可以进化了耶 那我们要进化吗 好,进化吧 我们的电极说要进化了 成功获得电极魔兽传说级哦 好,那技能一样 升品 好,这边我们要把他升品一下 好,获得了 这一个 扫荡 好,获得 升品 再来升品 物品不足 扫荡 再扫一次 好,获得 升品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吧 看我们能够成功突 的通过 加油 好,我们电极魔兽 好,先来使用我们的放电 好,把他拿毙了 电球 电球的攻击力好强哦 电球的攻击力好强哦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问题了哦 好,电球没有很好 我们的电极波 荒电 好 蚊香花一样 我觉得我们要死了 啊 不行 不够打 不够 哇,我們的巨牙砂也出現了 哇,還有惡的屬性耶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出我們的超夢 不行耶,玉之外對牠都沒有什麼效 中毒了 好,巨牙砂我們打下來了 又叫出了金魚王 好,我們被金魚王打死了 好,開出我們的這個吧 凱尼恩 用我們的火焰 好,熱水 好,我們該超夢的使用的 找出現在周效了 好,熱水把牠打死了 欸,還沒有耶 太過分了 好,我們也死了 好,就再拍出我們的鳳王好了 用我們的熔鳥猛攻 好,很好 很好 海星星,Style 啊,不要啊 好 那我們就用原始之力吧 欸,成功了,全部都提高了 再來一次 好 好 過了 好吧,那我看我們今天的神奇寶貝就到這裡吧 哇,這裡可以直接遇到史詩級了 好,那在我們結束之前呢 我們現在一鍵搜索吧 好,那在我們結束之前呢 那 希望 喜歡我們的這個 節目的朋友們 可以幫忙 訂閱,留言,分享 還有按讚 把 喜歡神奇寶貝有 玩夢想起 冒險起源的 把這個影片分享給 一起玩 冒險起源的朋友吧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進步 那有什麼 呃,東西的話 可以在底下分享給 定期知道 那我們現在就來一鍵搜索吧 好,那在我們這裡呢 一鍵搜索的部分 呃,是遇到了我們的 史詩 基本上是沒有遇到一些 非常難遇到 非常難 欸,有喔,有一個低機率喔 我們的馬 馬莎娜 遇到了,好 那 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囉 喜歡定期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分享留言按讚 那我們下次 冒險起源 再見啦 拜拜